短暂的沉默中 千叶龙二并没有回话 看向身旁 依左慕小姐 外面就拜托你了 定然万无一失 依左慕倒是不介意他支开自己 淡定的离去 还没忘记拿走了桌子上那平山崎 门关上之后 寂静的豪华包间里就只剩下了千叶和怀师两人 说起来 我们还没有这么亲密的交谈过呢 怀指君 千叶龙二又拿出了一瓶好酒来 给怀师倒了一杯之后 感慨道 原本我是想要将你照致我的麾下的 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共同语言 没想到 是生天目老头而下手早了一步 怀师疑惑地皱起眉头 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而千叶龙二端起酒杯注酒 仰头一饮而尽 抬起袖子擦了擦胡子存留的酒水 直白地说道 我很欣赏你 哪怕是现在 我也很欣赏你 因为你和其他人不同 千叶先生过奖 怀师回答 如果招懒的话就免了 在下暂时没有改换门庭的想法 哈哈 不至于不至于 我不喜欢夺人心头所好 这种事情就好比男女之间的关系 你请我愿才是正理 况且我也没有梨花那么漂亮的女儿啊 千叶大笑了起来 起身 示意怀师跟过来 走到窗前 指了指下面闪耀着灯火的绚烂霓虹 子丹波那圈最高的地方向下俯瞰 你看到了吗 怀指军 这里是帝国酒店 那里是洛河家的产业 那里是生天目家的贸易公司 恩 还有属于你了的静通店子 还有那里 应该就是怀指祖了吧 从这里 到那里 这就是丹波那圈 他的手指调转 指向其他的地方 这里我有一家服装厂 这里的是一家投资公司 帝国酒店下面 丹波那圈最繁华的地方我有六家店面 对了 你最近不是在弄生鲜市场吗 我在码头还有一家海产公司 好像炫耀着自己的亿万家产那样 千叶龙二叙叙叨叨地说着 到最后 告诉他 这些你都可以随便挑选 就当作是我给你的补偿 怀师愕然 难以理解 我并没有从赌局中胜出 实际上倘若这是同盟的决定 我也只有遵从的选择 为什么又要补偿我呢 他说 我不觉得有什么补偿的必要 要说的话 就当资助怎么样 千叶龙二摇头笑了起来 抿着杯中的酒 你告诉赤奇的话 这两天已经在同盟里流传开了 实话说 怀指 我非常羡慕你 他轻声说 非常 非常的羡慕你 不 就算说极度也不夸张了吧 对我而言 现在的你已经是闪亮到碍眼的程度了 有可能的话 我非常想要让你从单波内圈消失 在玻璃的倒影之中 千叶龙二眼中的笑意渐渐脸去 平静的让人发毛 或许这才是千叶龙二真正的样子 当从酒精于美色的迷醉中挣脱时 他就变成单波内圈的统治者 将曾经的千叶家从破灭的边缘挽回 以一己之力达成中心的极道主宰 可怀师依旧平静 站在窗户前面 低头俯瞰着下面的夜色 回头时 神情就变得疑惑起来 我不记得我触犯了什么禁忌啊 千叶先生 他好奇地问 需要我谢罪吗 跪地 土下坐 千叶龙二返问 如果我说要的话 你会吗 我会的 怀师回答 毫不犹豫 可千叶却被逗笑了 缓缓摇头 怀指军 你也是虚伪的人啊 那种虚有其表的仪式大可不必 我可没有除掉你的理由 他抬起手 拍了拍眼前年轻人的肩膀 我知晓你的野心 也明白你的目的 我清楚 倘若让你做大 将来就会动摇同盟对单波内圈的统治 但其实没有关系 我不在意 确切地说 不论是生天母还是我 都不觉得你能成功 千叶龙二告诉他 因为我们都尝试过和你一样的事情 怀师 愣在原地 你知道吗 我今年已经41岁了 正当中年 可有时候睡完了女人也会腰酸背痛 半夜起床尿尿的次数多了 就会怀念从前 怀念年轻时的体魄和作为 羡慕那些年轻的 明亮的 能够闪闪发光的东西 千叶龙二摇晃着杯子里的冰块 吃笑了起来 哪怕年轻时自己有多么愚蠢 哪怕再怎么不堪的过去 现在回忆起来 竟然也充满了所谓的希望 他说 那个时候的我们 就像现在的你 生天母老头曾经努力过 为此狼狈得像是狗一样 灰头土脸 可是最后依旧失败了 我稍微聪明了一点 早早地选择了放弃 到最后 尽我所能 也只能保持千叶家的延续 他自嘲地笑着 看向怀师 饮水 食物 医疗还有教育 你所做的事情比我当年要现实了许多 怀指君 但是自始至终 你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千叶龙二凝视着怀师的眼睛 轻声问 你想要让他们变得更好 可他们真的愿意吗 怀师摇头 不假思索地回答 难道会有人想要活在地狱里 千叶笑了 那你下楼去大厅问一问 那些漂亮女孩 告诉他们 不要再做妓女 有个月薪五万日元的稳定工作 可以给你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嗤之以鼻 你去告诉小弟 不要再做疾到 我们可以重新再来 可人生哪里有那么多机会重新再来呢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那些从小就习惯了盗窃 欺诈 出卖和暴力的人 又怎么可能回归到正常的秩序中去 等到了四五十岁 感觉自己老了 发现自己一事无成 会害怕 会后悔 会痛哭流泪 可除了血汗工厂之外 还会有哪里能够收留他们呢 便利店里招工都会嫌弃你身上的纹身和混种的身份 到时候 除了这个唯一会包容你的地狱 你又能到哪里去 总有人一厢情愿地以为 只要机会 这个世界可以变得很好 可是 这个世界从不缺乏机会 不是吗 那为什么他还是这么糟糕 在怀师的沉默中 千叶龙二平静地告诉他 怀指 哪怕你能够给他们无数次的机会 但你阻挡不了自甘堕落的人 哪怕是迎来短暂的变化 但过不了多久 就会本性毕露 当人习惯在无光的地方生活之后 就再也无法离开黑暗里 你知道吗 在你之前 也还曾经有人和你一样的努力 一样充满希望 千叶龙二说 那个人的名字 叫做神成未来 神成 怀师恶然 怀疑自己听错了 神成未来 对 神成 你所知的那个疯子 神成未来 千叶龙二嘲弄得笑了起来 很滑稽 对不对 曾经的救赎者 如今竟然想要将整个族群捆绑在战车上 他曾经来找过我们 像你一样 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一切 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 但我们没有 我们冷眼看着他挣扎的样子 看着他失败的狼狈模样 最后再看着他孤独的离去 他的资产被自己的盟友吞并 他的好意被他的支持者背叛 他的希望被他想要帮助的人践踏成泥 至始至终 我们没有过任何的阻拦 因为单波内圈就是这么残酷的地方 他就像是活的一样 会杀死不属于自己的一切 会改变所有想要改变的人 包括神城未来 包括升天幕 也包括我和你 这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能够改变 也不是一群人的牺牲能够挽回的东西 说着 千叶龙二抬起手 指向落地窗外 那辉煌的城市 看吧 怀指 那里京都塔 这边是中央区 而那里是清水板的方向 右京 左京 东山 山科 西京 下京 你看外面的世界多么的庞大和辉煌 倘若从天上俯瞰 所谓的单波内圈 单波区 就是这么狭窄的地方 和这个城市相比 渺小的像是垃圾桶一样 无分贵贱 我们都是在这里面求生的蝼蚁 被囚禁在这里的囚徒 我们只不过是这果核之中的无限宇宙之王 他背对着那些辉煌的灯火 笑容变得自嘲又古怪 你想要从同盟中获取权力 用来改变了这一切 可你根本找错了方向 从来都不是同盟统治了单波内圈 是单波内圈统治了同盟 而他 不会接受你想要的改变 在漫长的寂静里 千叶龙二凝视着眼前的年轻人 可直到最后 那样坚决的眼神都未曾有过任何变化 哪怕再怎么动摇 震撼和彷徨 感谢你的提醒和警告 千叶先生 怀师平静的回答 即便是如此 我也不会放弃 所以说 年轻真好啊 千叶摇头 无所谓的挥手 怀指 你可以努力 我们不会阻拦你 但你会失败 你所尝试的一切都不会成功 你的努力毫无意义 现在 你可以走了 在远方 响起了十二点的钟声 包厢外响起了狂热的欢呼声 庆贺着新一代赌王的诞生 在窗外有绚丽的焰火升上了天空 照亮了那个年轻人的眼瞳 就像是深渊中点燃了火光一样 千叶先生 或许我最后会迎来失败 但我不觉得我的努力会白费 纵然知晓了最后的结局 他依旧在微笑着 不论付出多少 哪怕只有一个人能够因此而得救 我相信 这都是值得的 就这样 他礼貌的道别 转身离去 门关上了 寂静里 千叶龙二再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的凝视着远方夜空中的光芒 仰头 引进了最后的残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